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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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观众 大家好 今天是4月30日星期四 欢迎收看疫情最前线 Izac 首先看看大陆疫情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中共病毒疫情 日前正在加剧 当地两家最大的三甲医院 日前接连爆发群聚性感染 并且不断扩大 网络上传出的影片显示 修治病人的急救车大排长龙 由当地市民向大纪元爆料 哈尔滨市确诊病例不断攀升 大批非确诊、非疑似病例 及非密切接触者 亦被隔离在家 不少家庭的大门被直接封死 另外 根据六媒报道 在武汉的重症医学专家 童潮辉、邱海波、杜斌等 已经在4月26日赶去黑龙江省 另一专家钟南山 当日亦传出到某宅干市的两间医院指导工作 有消息指 因为疫情严重 哈尔滨当局 为了防止疫情蔓延扩散 唯有再次采取全面封闭隔离措施 要求各村、社区一律禁止非本地人员及车辆进入 哈尔滨市民李先生说给新唐人听 哈尔滨的疫情已第二次大爆发 疫情甚至已跨散 传播到内蒙古及遼宁 之后看看其他新闻 最近一位印度神童的预言热爆YouTube 在印度享有盛誉的14岁少年 阿比吉亚阿南德去年8月22日通过《占星术》 在YouTube上传逐一段 叫做2019年11月到2020年4月 世界面临严重危险的片 他在片中说 一场威胁世界各国的灾难 将会在2019年11月开始 在2020年3、4月进入高峰 为世界带来非常艰难的时期 阿比吉亚是通过《占星术》推演出来的 他在影片中说 疫情爆发将会在5月底催缓 但6月底之前都不会听到任何好消息 最近他在最新的影片中的说话 更加令人无骨悚言 他说 我们可能会找到这个病毒的疫苗 但还会有更多病毒 未来还有超级细菌 更大的灾难 会由2020年12月20日开始 到2021年3月31日 而他所指的超级细菌是什么呢 没人知道 但肯定比现在的疫情恐怖得多 结合《占星术》指出 12月20日这一日 木星和土星会完全相合 意味着第二次疫情将会严重得多 而2021年2月10日 将会有更大的天象变化 六星连珠之上 一个天象将会造成全球经济崩溃 古今中外民间自有高人在 2020年3月9日 网络上流传了一篇文章 说SARS是第一次 武汉肺炎是第二次 今次之后还有第三次 第一次的规模不算太大 今次规模要大得多 但还不是最后彻底的大淘汰 下一次才是最致命 文章还提示到 到下次涂汰真正开始的时候 病毒会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点 好像士兵收到命令那样 一下就发了出来 而且全方位不分任何地域 不止今次还有一个传染过程 被感染者会在一两日 甚至是几个小时之内死亡 任何防控措施都会无济于事 也根本来不虧 当然也没有任何药可以医治 印度男孩阿比加亚在影片当中说 我们先不理在人一面的疫情 是怎样出现的 一个是天象变化下必然出现的 亦都是人类共业 需要全人类从内心觉醒 才可以度过 海外独立赞稿人 朱国明洋说 上天一早就知道 推崇无神论的中共 会在今天将地球搞到这么乱 先布置好这场瘟疫 在这个时候解体共产邪灵 同时也将那些带有共产因素 又不肯脱离中共的人 他们的命会一起带走 这个也是 为什么将这个病毒 叫做中共病毒的原因 几十年来 几多人 几多组织 和几多政府 为了利益而屈服于中共 与其勾结 在获得迎头小利的同时 为中共输血 甚至在思想意识当中 应同和接受这种反人类的共产主义 意识形态 上天也为身处于生死关头的人 准备了解药 就是必须要从内心抛弃中共 不与中共为误 其实这一场瘟疫 就是上天被人类选择的机会 你是选择与邪恶为误 还是选择善良 结果将会大不相同 现在的时间 亦都是上天留给人类反省的机会 当人走回善良 走回敬天敬神传统的路 就不会被私利贪欲所困 更加不会被中共所蒙骗 自然就会得到上天眷顾 天灾人祸自然和好人无关 目前中共病毒疫情 已经导致全球311万人感染 21.6万人死亡 即将发布在《权威科学期刊自然》 的一份研究指出 如果中共当局在第一时间如实通报 全球疫情就可以减少95% 这是由英国南安普顿大学 进行的研究显示 武汉两家医院的医生 早在去年12月27日、29日 已经向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通报病毒具传染性 但经过了几星期信息打压之后 中国政府在1月20日 先正式宣布这一项发现 研究指出 如果中国能够提前1星期、2星期 采取防疫措施 确诊病例可以分别减少66%至86% 如果中共当初提前3星期 在隐瞒病毒具传染性的1月初 推出防疫策略 全球疫情扩散可以减少95%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上星期 对媒体表示 中国政府可能早在去年11月 就已经降落第一宗 中共病毒病例出现的信息 他也指控中国疫情资讯不透明 都知全球经济面临巨大挑战 说中国将会为此付出代价 美国总统特朗普也批评 说有很多方法可以令他们负责 可能像你所知那样 我们在进行非常严肃的调查 我们对中国不满意 我们对整个局势都不满意 因为我们认为 病毒本来可以在源头阻止 本来可以很快阻止 不应该传播到全世界 世卫在今次的中共病毒防疫工作 备受质疑 有帮助中共隐瞞疫情之严 特朗普4月14日宣布 暂停对世卫的撥款 微软创办人比尔·盖茨 16日宣布 他个人会捐赠1.5亿美元 给世卫研发疫苗 有分析认为 比尔·盖茨这样做 表面上来看 好像与特朗普打对台 但实际上 恐怕是为了 旗下一间疫苗公司的庞大利益 事实上 已经有很多人指控 盖茨的疫苗研发计划很诡异 似乎是为了暗中 消灭非洲裂等人种 有网友在美国罢工联储网站 发起提案 名为呼吁针对比尔与马林达 盖茨基金会进行医疗事故 与反人类罪的调查 到了4月28日为止 已经获得超过45万人联储 要求美国国会和有关单位 对比尔·盖茨夫妻基金会进行调查 有一个联储活动的发起人CS指控 比尔·盖茨在推动疫苗接种和 生物辨识追踪技术的先锋 比尔·盖茨曾经公开表示 希望透过疫苗接种令人口增长率 减少百分之十到十五 同时 盖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世界卫生组织 已经被公开指控 在非洲的破伤风疫苗当中 偷偷添加人类 勇无摸性腺激素抗原 故意造成狠牙而同 罹患不引证 并且指控比尔·盖茨 资助疫苗研发 是为了消灭人口 事实上 自从疫情开始 比尔·盖茨就不停地为中共站台 说中共做了很多对的事 而美国特别差 最近在全球要求 中共应该为病毒疫情负责的时候 盖茨又说这种做法不合时宜 对于盖茨的言论 白宫贸易顾问 纳瓦罗在4月27日 接受博士新闻台访问的时候 回应说 这一场疫情 本来应该可以限制在武汉内部 但中共将疫情隐瞒了六星期 同时又将全世界的个人防护装备抢扣一空 导致世界各地的医务人员 没有足够的防御设备 纳瓦直言 盖茨先生 在是否要中共负责的问题上 我们的意见不同 但真相就是这样 就是中共令到全世界感染病毒 我们永远都不要忘记这一点 班农在4月27日 亦都在他的自媒体当中痛批 盖茨和北京魔鬼站在一起 班农说 去年12月份 中国李文亮医生在微信发出警告说 武汉出现不明肺炎病例 台湾收到李文亮的信息之后 亦都在去年年底 向世卫发出电子邮件 警告中共病毒患者需要被隔离 一句话充分暗示 病毒可以人传人 对于这些预先警告 中国视而不见 西韦视而不见 盖茨亦都视而不见 班农就痛批了 盖茨就是一个大话症 之后看看其他新闻 根据英国《每日郵报》报道 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英国和美国的 五眼联盟的情报机构 正在调查中国武汉病毒研究所的两名研究人员 一个是石正丽,另一个是周鵬 他们曾经在澳大利亚的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 CSIRO研究蝙蝠 2006年,石正丽以访问学者身份到CSIRO的 澳大利亚疾病预防中心实验室 进行为期三个月的研究 主题为SARS病毒与蝙蝠之间的关系 而他的同事周鵬就在2011年至2014年期间 在这个实验室进行蝙蝠研究 并且取得了博士学位 4月23日奥大利亚总理莫里森 呼吁世卫的所有成员国 支持对中共病毒大流行的独立调查 引起中共驻澳洲大使的直接威胁 法国世界报发表调查报导指 去年12月武汉肺炎爆发之后 武汉P4实验室的病毒传染中心 负责人石正丽陷入焦虑和害怕当中 他说自己好几晚都没有合眼 反复去想自己的每一个研究 每一个动作 不停问自己病毒 是否由我们的那些实验室示录出来 一个调查报导在4月25日刊登 作者是巴海和佩德罗莱蒂 有一个报导指出 石正丽因为研究蝙蝠取得成果 被大陆媒体誉为蝙蝠里浪 报告指出他极度担心基因序列 显示武汉的杀手是在他所在的部门外涉 他说给美国科学月刊的记者珍妮幽听 的确令到我头脑乱了 合不上眼 有网友分析说 实验室确实是有这个病毒 如果不是他焦虑些什么呢 亦都有网友直言 现在他最应该焦虑的是被中共灭口 今日的疫情最前线就到这里 多谢各位收看 我是Sag 下次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 请不吝点赞